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回答说 如今我的哀告还算违背逆 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 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神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 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成名 满口辩白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 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 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 只是我往前行 他不在那里 往后退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他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 我谨守他的道 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被弃 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虚用的饮食 只是他心智已定 谁能使他转意呢? 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 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 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 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 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 神使我丧胆 全能者使我金黄 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 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次也要和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